现在虽然是2023年,但是2034年的世界杯主办国几乎就可以完全确定下来了。 是的,大家都知道是沙特。 为什么说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下来了呢? 因为虽然国际足联还要经过复杂的评估程序才确定, 但是到目前为止,申办2034世界杯的唯一只有一个国家,那就是沙特阿拉伯。 所以,国际足联主席也高兴地宣布说, 未来几届世界杯会分别由五大洲十个国家来主办,这真是世界性的盛会。 而且,根据此前的消息,2026年的世界杯选择了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合作, 而到了2030年,则分别由欧洲、非洲和美洲的国家联合举办世界杯以及百年庆典。 换句话讲,到了2034年,本着各大洲轮流的原则, 那么只有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可以提出申请。 此前,澳大利亚还真有兴趣搞,但是由于国际足联给的时间太紧, 所以澳大利亚到最后也没有提出申请,最终真是便宜了沙特了。 因为最后递交申办方案的只有沙特这一家。 看到这个消息啊,说实话,很多中国网民、中国球迷要失落了。 因为毕竟啊,本来很多人觉得2034年咱们能不能搏一搏, 也去申办一次世界杯呢? 要知道2034年的主办权被沙特拿走之后,如果我们还想再办世界杯, 那就要等到2046或者2050年了。 那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,要到整整20多年之后啊。 尤其是很多人都说啊,相比于奥运会,世界杯实际上观众可能更多。 尤其是啊,奥运会是包罗万象的,各种各样的项目非常的繁杂。 说实话,除了一些大众化的体育项目之外呢,还有很多绝对小众的。 咱都甭说参赛的人很少啊,连观众都很少。 而世界杯则不一样啊,世界杯的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可以用精彩来形容。 尤其是世界杯马上要扩容了,要从32支队伍增加到48支队伍。 这个可观赏的场次更多,所以给主办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似乎也能更大。 咱们这么讲吧,奥运会有一些项目是一票难求的,可是大部分项目说实话,普通人看都看不懂。 你别说到现场看了,连电视直播都不太愿意看。 而世界杯真不这样,世界杯几乎每一场比赛,那个观众都是做得满满的,一票难求的。 而且电视转播也是有几千万上亿观众要观看的。 所以很多人都说,举办世界杯性价比和可获得的收益,似乎比奥运会要强得多。 尤其是以前的节目,我们也跟大家聊过,奥运会其实最大的还真的不是经济力, 而是给所在国带来的广告效益和知名度上的提升。 但是对于希腊这样的小国,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很像样的工业,出口商品也不多,旅游的承载力也有限。 你搞一场世界杯,就相当于一个乡村小作坊厂,你花巨资在央视上投一个广告,意义不大。 名声是有了,你这个钱没法落袋。 而对我国这样的世界工厂,基建狂魔来讲,那意义就不一样了。 通过举办一场奥运会,我们声名远博,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,今天中国成建的日新月异。 他们是会对中国,对中国商品有好感的。 尤其是今天我们大量的商品正在走出国门,从家电到电脑,从手机到汽车,甚至包括远洋轮船,高铁,核电站。 这些商品我们走出国门之后,我们是需要人家当地消费者的信赖和青睐的。 所以举办一场又一场亚运盛会和奥运盛会,这等于是在给自己做广告。 尤其是我们有这样足够的产能,所以平摊到每件商品上,我们花的钱其实并不多。 这就有点像90年代初的那些白酒生产厂商了。 有个老总不就说嘛,虽然他们当年花了几千万在央视做广告啊,可是他们开进去一台桑塔纳,开出来一台奥迪啊。 所以确实举办全世界性的体育赛事,对我国这样的工业强国来讲,绝对是有赚不赔的。 尤其是啊,世界杯跟奥运会还不一样。 奥运会嘛,通常是一个城市主办,展示的是这一个城市的魅力。 而世界杯至少要8到10个城市举办吧。 以往32支球队参赛64场比赛,每个城市能分个六七场比赛。 现在扩居了48个球队啊,比赛的场次要大幅增加。 所以一个国家之内挑选10到15个城市举办,都是非常合理的。 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城市众多的国家来讲,举办世界杯太合适了。 我们等于通过一次的举办,能在全世界面前集中展示我们十几个城市。 这比买卖太划得来了。 你像卡塔尔这样的小国,举办一个世界杯,它一共能拿出来的城市才能有几个呀? 咱们国家说实话要举办,会有几十个城市打破头也要去竞争。 尤其是这些年来,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,体育设施建设非常棒啊。 对于很多城市来讲,你申办到一个主办权,组织个三无常比赛, 可能你什么额外的钱都不用花呀,把这个赛场简单修缮一下就可以了。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,我们举办任何一种体育盛会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 我们既有资金又有经验,更有创意。 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球队呀。 国足这些年来的拉垮,中国足协的几乎崩盘式倒塌, 让咱们真的对自己的球队没信心呀。 你说当年人家日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,好歹日韩两国成绩非常棒啊。 你就算说韩国人使了一些盘外招,但是人家好歹也能打进半决赛呀。 哥咱中国足球队那几块料,你就是把全世界的裁判都买下来, 咱能打进半决赛吗? 所以我觉得中央层面可能是不是更多的考虑,咱们足球队成绩太差了。 你说好不容易我们花巨资,搞了一场世界杯,中国队呢,不用打预选赛了, 自然而然的获得了这个参赛名额,还以东道主的身份可以率先开球。 结果如果真的像二十多年前那样,三场结末,连吞九蛋的话, 这不是给全国人民伤口上撒盐吗? 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,想举办奥运会,想举办世界杯, 这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而且我绝对相信,只要我们提出申请,不管是国际组联,还是国际奥委会都会拍手称快, 甚至要保送我们获得主办权。 但问题是,咱们自己的球队能不能蒸蒸气? 咱们能不能好歹你小组出现一把,别让我们在家门口看着你糟心啊。 您想,举办奥运会,我们汹涌成竹啊,我们的体育建议有可能让我们拿到金牌榜的第一啊, 可是举办世界杯,咱们这个国族队员让我们拿到第48名,谁能受得了啊? 所以,2046或者2050,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申办世界杯? 这关键,还得看国家队的实力啊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。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